第四个就是人口因素 我们中国人口红利 我把它定义成 生产者25岁到64岁之间 对消费者25岁以下 64岁以上的人口 按照这个定义 我们中国生产的人数超过消费人数 1998年开始的 1998年我们中国人口红利开始的时候 我们的沉重化力才33% 现在是53% 所以过去98年以来这15年时间 中国的劳动力供应 有两个因素的影响 第一个 这一组人口的劳动年龄人口 大幅增加 刚才讲的这个图 早前那个图2003年到了高峰 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 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 就是说劳动力的供应过剩 那这个对收入分配也是有很大的影响 我们讲这个 这个古典经济学 这个福利经济学 收入分配的第一阶段 生产要求的这个稀缺性 劳动力稀缺 那么劳动力的报酬就高一点 资本稀缺 资本的报酬就高一点 边际产出 那我们过去是劳动力过剩 资本稀缺 所以资本的回报率高 所以我们看这个过去的20年 在中国现在看 有很多大的企业 过去都是从小本生意开始 一点点开始做起来 为什么过去从小本生意开始 比较容易呢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过去的劳动力便宜 所以谁有钱 谁来投资 你累积的速度就比较快 今天谁再想从小本生意做起 要想做大 那真的可能要靠创新了 就没那么容易了 为什么 劳动力稀缺了 劳动力供应紧张了 劳动力的回报率高了 所以说我们中国 过去收入分配差距扩大 和劳动力供应的形式 是有关系的 那我们比较一下 这个日本和韩国 日本在人口红利开始 1970年代初的时候 陈正化已经基本完成 韩国的人口红利 开始1990年代初的时候 陈正化也是基本完成 他们都是70% 所以日本和韩国的人口 它是比较平衡的 先有陈正化对经济的 陈正化劳动力转移 对经济供给的班数 等到陈正化基本完成以后 又赶上人口红利 我们中国是两个好事情 赶到一起了 过去的十几年 所以过去十几年 经济是特殊的繁荣 当然它带来问题就是 这个过程完成以后 以后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所以这是我们讲的 这个结构的问题 我们讲这个经济结构 不平衡 背后这个收入分配差距 有一些体制的原因 有一些是人口结构的原因 人口结构已经在变化 刚才讲的 劳动年龄人口很快 现在已经实际上 中量已经明显降低了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拐点 所谓的路易斯拐点 可能在20032004年就已经发生了 所以劳动力 这个因素已经开始改变 所以说中国的收入分配的问题 从劳动力和资本的边际回报的 这个角度来讲 实际上已经开始改变 但是这个可能还不够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这二三十年 累积的财富的差距 已经很大了 所以说虽然财富的边际回报在下降 但是因为财富的分配 是非常不平衡的 所以总体的收入分配差距 不一定是在缩小 可能还在扩大 这就需要我们改变这个经济体制 刚才讲的这些问题了 这是我们讲的这个经济结构问题 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讲这个金融 和实体经济的关系 大家可能市场上担心比较多的 所谓金融风险的问题 金融风险 总结极实话 看房地产 我们过去啊 经济货币信用扩张非常快 尤其是2008年以来 对按照对GDP的比例来讲 中国的这个管一货币 和管一的社会信用 社会信贷 这个所谓社会融资总量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 管一的这个社会信用的扩张 大幅增加 你看这个从差不多130% 接近超过了200% 短短的五六年的时间 那么另外一个影响因素 就是人民帝的汇率啊 大幅升值 我们看这个实际有效汇率 实际有效汇率从2005年到现在 升值了差不多40% 过去两年升值了也差不多20% 这个汇率升值 过多的大幅度的升值 它往往带来问题 为什么带来问题呢 第一它打击出口 所以它实体经济 对实体经济不好 第二个呢 它往往和私人部门的资产 投资风险资产 这个风险偏好上升 联系在一起 大家认为人民币要升值 所以去买房子 所以去把钱搞到国内 去买理财产品等等 所以这个是 也就是说 它不利于实体经济 它刺激树立经济 刺激资产泡沫 那我们中国的问题啊 是企业部门的杠杆率很高 企业部门的这个 我们看这个非金融上市公司的 资产负债率 过去是今年大幅上升 现在是历史高位 而且还继续在往上走 这是我们中国 这个信用扩张 带来的风险 它的体现 和美国不一样 美国金融危机之前 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前 它主要的问题是 家庭部门杠杆率太高 企业部门杠杆率不是那么高 我们中国的问题啊 跟日本当年类似 日本在房地产泡沫的这个阶段 也是家庭部门杠杆率比较低 但是这个企业部门杠杆率高 这是反映的这个家庭部门的储蓄率比较高 这个钱呢 借给了企业部门 那么我们看这个对中国的房地产有很多争议 这个我是说是比较悲观的一派 我认为这个房地产 迟早是要有一个大的调整的 所以我把它称为泡沫 那当然这个对于有没有泡沫有很多争议 你能找到很多理由 比如有人讲啊 这个中国的这个家庭部门杠杆率低 美国的家庭部门杠杆率高 所以中国的房地产不是问题 我的回答很简单 如果是杠杆率高低 决定一个资产价格有没有泡沫的话 那我们怎么解释股市的泡沫呢 我们怎么解释股市的大上大下呢 因为股市投资者杠杆率很低啊 很少有人借钱买股票的 所以说杠杆率低 所以就没有泡沫 很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还有人讲这个 中国的城镇化率比较低 现在才53% 达到70%几 那还有未来这个城镇化 带来很多需求 所以对房地产价格是个支撑 回到我刚才讲的 看经济 看长远 不是看需求 要看需求的话 非洲的增长最快 要看供给 看生产效率 过去的城镇化 为什么对经济帮助那么大 表面上看好像是 对城市的住房需求啊 基础设施的投资啊 但是更重要的是 背后赋予劳动力 闲职的劳动力 转移到城镇以后 变成春分就业以后 对生产效率的提高 这个才是城镇化的经济 最根本的帮助 那现在我要问你 我们现在农村里面 还有多少剩余劳动力 可以转移呢 实际上大家 要了解情况都知道 在中国农村 现在从事农业生产的 大部分都是老年人 年轻人 基本上都是转移出去了 所以说 未来的城镇化 和过去的城镇化 会很不一样的 不是说中国的城镇化率 仍然都停止在53% 因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 人口53%超过一半 已经在城市了 而且更重要的人口 年龄在35岁以下的人口 超过60% 都已经在城镇了 所以未来生小孩的 这一组人口 大部分都已经在城镇了 人口的自然的死亡 和出生 就使得中国的城镇化率 还能继续提高 但是这种城镇化率的提高 和过去的城镇化 已经很不一样了 所以说 指望以后的城镇化 率进一步的提高 来支持 今天这样高的房价 我认为是 期望太高 那当然还有其他的 还有说 中国的全国的富人 都到北京上海去买房子 等等这些 那就带来一个问题了 就是看房地产的属性 房地产在我们中国 投资的属性很强 香港其实也是一样 当然可能香港的控制力 比国内也好一点 但是不管怎么讲 住房的投资属性很强的时候 它都有问题 因为人作为投资者 他不是总是理性的 这就是古典经济学和坎恩斯的 一个重要的差别 回到我刚才一开始讲的 为什么在古典经济学 这样主导地位的时候 容易出现资产泡沫 你相信市场是有效的 实际上市场是 有时候 不一定是那么理性的 所以投资往往有严纯效应 有时候过度落关 有时候过度悲观 所以呢 就有泡沫问题 这里面我想 从人口结构的角度 来解释房地产 生产这些都消费者 跟他定义 这是25岁到64岁 这是老年人和年轻的和小孩 我们中国是1998年 生产的人超过消费 为什么这个对 资产泡沫有影响 因为生产的人超过消费的人 很简单 就是有储蓄 储蓄 生产超过消费 就是储蓄 有储蓄就要有投资 所以大家都寻找投资机会 短期内好的投资机会 毕竟有限 容易形成泡沫 第二 生产超过消费 经济是过剩的经济 过剩型的经济 CPI通占 往往不是大的问题 由此带来货币政策 一松难紧 宽松的货币环境 加上很强的投资需求 这就很容易带来资产泡沫 我们看美国 生产的超过消费者 1987年 它的泡沫是07年破裂的 差不多20年时间 日本的生产者超过消费者 1970年 它也是差不多20年以后 90年泡沫破裂的 我们中国是1998年 生产者超过消费者 现在已经过了15年了 当然这个不能简单那么比较 但是背后的逻辑 我觉得还是有借鉴意义的 就是一个经济 在某一段时间 它的投资需求 储蓄率非常高 投资需求很强的时候 它往往都带来问题 再加上这个市场化 自由化的影响 时间的关系 今天刚才讲的这个问题 讲的很多 那怎么应对 我们讲改革 促进新经济 其实我们讲改革 刚才讲这个中国经济 所面临的问题 基本两个方面 一个是要效率 要提高效率的 促进经济增长 另外一个呢 要公平 提高公平 促进经济 改革的决定里面 文件里面 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一句话 让发展成果更多 更公平的汇集全体人民 而且提到公平 提到这个方面 次数和市场次数 也要所有手都一样 都提了六次 两者是并重的 所以改革的两大方向 是既要提高效率 又要改善公平 那当然经济学里面 一个很常见的问题 效率和公平 是不是矛盾的呢 其实在我们中国 这个目前情况下 我们的效率和公平 是可以做到统一的 因为我们讲的 这个效率和公平 回到福利经济学的 这个收入分配的 两阶段弄 第一阶段 市场配置资源 按照每个生产要求的 边际产出 来做收入分配 这个从市场配置资源来讲 是有效的 是公平的 但是这样的一个收入分配 可能带来 这个财富的差距 越来越大 这不一定是社会能力道德 能够接受的 所以有第二阶段的 收入分配的调节 比如政府的财政啊 就是收税的时候 从富人身上多收一点 花钱的时候 在全人身上多花一点 政府财政的基本功能 但是我们中国现在 还没到这个阶段 我们在第一阶段的 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 就存在问题 就是第一阶段 这个资源配置 既影响效率 又影响公平 也就是说我们按照 生产要求的边际 产出来分配收入 这一点都还没做到 所以很多改革措施 国有企业改革 打炮冷断 既提高效率 又能够改变 现在有些国有行业 通过冷断 来带来的一些 超额的利润和收入 冷断行业的这种 人工工资 超过其他行业 政府质能转换 真正的如果能够 改变政府质能 减少它的经济 活动的干预 既提高效率 又能够减少权力行足 也改善公平 改善收入分配 财水体制改革 刚才讲了 三轮全会里面 提到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就是要降低 流准税的比例 提高什么税的比例呢 提高直接税 其中重要的方面 就是房产税 房地产税 所以说财税改革的方向 有利于调节收入分配 金融改革也一样 利利市场化 既提高效率 又改善公平 因为它提高 家庭部门的收入 土地制度改革 也是一样 我们现在的土地制度 问题是什么 是地方政府在买地的时候 它是唯一的买家 卖地的时候 它是唯一的卖家 所以它买地的时候便宜 它卖地的时候贵 中间赚一个很大的差价 既不 有利于效率 又不利于公平 所以真正的打破 地方政府对土地供应的冷断 从效率又公平的两个方面 都能够改善 那么当然我们 另外一个影响因素 就是这个 方生计划生育政策 我们的估算是 我们中国富裕的 这个总和生育力 从现在的1.5 1.6 如果能提到2的话 回到这个资源 这个更替水平的话 未来十年 我们中国将多生 两千万儿童 那当然这个短期内来讲 因为社会负担更重了 所以生产者的消费者的比例 下降的幅度更大了 短期内 我们需要一代人付出代价 为了15年20年以后 中国经济的 所以我这个年纪的人 是比较好的 因为我们改善 小孩少的年代 整个社会负担比较轻 就是人口红利 生活水平大幅提高 我的下一代年轻人 今天在座的 不少年轻的学生 你们可能是受苦的一代 为什么呢 你们以后 要照顾很多老年人 小孩可能也多了 但是呢 这个就是一个 很难讲的一个 一个公平不公平的问题了 所以总结起来 我们看中国经济 未来这个结构的变化 这个新的宏观经济的宏观特征 收入分配的改善 意味着消费力 上升 储蓄力下降 储蓄力下降 意味着投资力要下降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 要让投资力下来 利率要上升 那么未来中国经济 是一个消费驱动的经济 消费驱动的经济 实际上是有利于创新的 因为消费驱动的经济 它的竞争程度 应该比这个 投资驱动的经济要高 因为它的种族的门槛要低一些 那么利率市场化带来了一个影响 就刚才讲的 整个利率可能是一个 存款利率是一个山深的态势 代款利率不好说 银行息差要减少 刚才讲的银行 过去十几年 利润达得很高 以后可能要受到影响 就是市场会减少 所以这是我们看这个 未来我们对中国经济 消费力和投资力的预测 未来到2020年 中国的消费力会有明显的上升 投资力明显的下降 所以大家看这个 无论是年轻的学子 以后就业的方向 还是作为资本市场 投资的方向 大家看重一点 消费代表中国经济的未来 投资是过去的西洋经济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 可能会有一些波动 比如说房地产价格 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幅度的下降 但某一段时间的经济 可能有些冲击 但是整个经济的未来的走势 还要看我们的改革 改革能够真正到位 既有利于提高效率 又有利于改善公平 促进经济 结构的调整和平衡 我就讲到这 观点可能不一定对 有些偏激 没有些方便 请大家批评其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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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